Harden最厲害的是這一下 他會突然 就是向上,向上,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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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但是呢 當你正在向下,向下的時候呢 他會突然向下 OK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這次又是一輯新的教學片 經過上一次的教訓之後呢 我們這次準備了很多了 多了很多東西 這次不會再出事了 好,今天呢 首先說第一件事呢 就是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新的技巧 不要說技巧 比較少人談論的一個範疇 是一個運球的重心 平時呢 我們以前運球呢 你一般學運球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會說 拍個球 在那裡拍球 然後那個球呢 就拍在腳的旁邊 就不要拍在腳前面 因為會踢到那個球 基本上我們如果我們可以學到的運球 大量的資訊 都是只有這幾樣東西 之前我也說過 如果我運球的話呢 我們的手法是什麼呢 用爪 用五個手指頭的第一節 控制球的落點 也都在上次也都說過 Pocket dribble裡面 要說過吸球 吸球上來 今天就是解釋 為什麼要吸球上來 我們運球的時候 在正面的話呢 你未必看得到 但是如果在旁邊呢 你會比較清楚很多了 看著 當你運球的時候 假設我向前 壓低個身 向前衝 你整個重心呢 這個時候呢 是擺在前腳 甚至再前一點點的 就是會大約在哪裡呢 心口的正下方 在這個位置 你正在衝過去 好了 我過了那個人之後 然後你是需要上籃 因為你最後記住 我們打籃球最後呢 是要得分 並不是要衝過敵人 衝向底線 我們不是在打足球 不是在打足球 我們不能在打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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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什麼呢 把球放進籃球 所以呢 為什麼我經常說 年輕球員 不要只是快 就是這樣 因為當你很快 衝過了那個人之後 然後 你那個人 那個重心還在這裡 你跳起 那個人的重心 都還在這裡 你走籃呢 很大機會呢 就會解釋 因為你向不到上 我們之前亦都說過一件事 就是 pick up 為什麼要pick up 過完人之後 拉起重心 保護好那個球 然後放籃 目的就是 你記住 我們過了一天 記住 最終目的 我們是要上籃的 我們要入球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運球呢 亦都分開 向下 和向上 當你用得好 向下 和向上 你打球 然後呢 就會 越來越容易 控制自己的身體了 如果你說 我現在看到 在一個 球星級別 用這個 下上 重心 用得很好的球員 例如是 James Harden 那我下一輯呢 一個 Step Back 新的Step Back 裡面呢 我都會說 示範怎樣做 好像類似 Harden的Step Back 我們要請了 我們的 男主角出來 阿豪 又請 好 鏡頭一轉 又轉 阿豪 好了 我們首先 請了出來 為何我們要下重心 下重心 當你運球 向下用力 拋出步 你會發現 你的重心 鎖在腳上 基本上 鎖在腳上 這個時候 你會有什麼 下重心 就是保護你的對抗性 保護你自己 和有種 和別人撞擊的能力 假設我們要過 在這個位置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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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James Harden打球 你會覺得他那種彈一下彈一下的感覺 主要是他沒有把重心鎖死在腳上 然後把重心拉起 情況就是這樣 未碰到敵人之前 他就插花插花插花 打 Shoot OK 他就是這樣之下 就是因為你拉上了重心 你沒有鎖死腳 所以你隨時可以做一個Step Back 隨時做多一個Step Back 而敵方也因此 他會對你的戒心亦都差很遠 Harden最厲害的一下 是甚麼呢 就是他會 BOOM 隨時插花 就是突然向下 就向上走爛的 Harden最厲害的是這一下 他會突然 就是向上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上 向下 向上 向下 向下 嗯 夠了 我們下一集的教學影片就說 如何做這個Step Back 如何做這個Step Back 今天就說回我們上下重心 這個運球的上下重心 如何去練習這個運球的上下 或者你如何知道自己呢 是不是做到向下重心和向上重心呢 剛剛說過 向下的時候 Power Drupal 用力吸向下的時候 你就會有撞擊的效果 保護到球 亦都能上爛 POWER Drupal 你是向下的 但是向上呢 你是怎樣可以做到呢 記住 之前都說過我們要吸球向上 吸球向上 拉起 拉起 OK 吸球記住 我們就是向下向上 向下向上 如果你做到一個拉起的運球 你可以做成什麼呢 看著 當你用手拉 拉 拉 拉起的時候 你會很輕鬆 就可以 甚至現在這樣 好像360度 再看一次 吸 吸 拉 出 你的記住 不是 啪 啪 跳 不是這樣 看清楚整個動作 看清楚 啪 啪 拉 是你的手去拉動你整個人的 如果我用身體的肌肉的動作告訴你 你可能會更加容易明白 看著 我們向下的時候 胸口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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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重心自然是放在這裡 如果你想上爛 你不拿起 你趕快衝過去 你就會常常放在板上 你會把球放在板上 因為你衝得很癢的關係 你衝得很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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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突然有當然性 你衝得很癢的關係 很大機會是這樣 所以 我們要分配 把胸腿拉上去 而 溫球的重心就是 拉 胸肌肉是拉的 拉上來的 如果你在溫球裡面 例如阿濠閉著我 好 拉 你隨時可以直接射到 球 如果你向下 你是射不到球,因为你重心放在前面 明白,同样,你向下的时候 阿豪就向后退,因为他都感受到你中前 明白,所以帮助力是什么 拉向后,然后射球 再看一次 拉,拉,拉 然后可以随时射到球 然后可以随时射到球 拉向上,如果一个漂亮的拉向上 你会是怎样呢 拉向后 你看看,因为你球拉起,必然是向后 其实射球你没有理由会跳过前 你一跳前就是你的重心放在前 你很难射到球 我们射球记住是,空向上,下上用力 让球跌下来入 记住是跌下来入 之前Mountain Shot说过了 跌下来入 同样,当我对着一个对手的时候 我们要射球 拉向上 上,下上 下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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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 明白不明白 向上 向上 明白不明白 明白不明白 向上 你只要有下有上 再看一次 有下有上 人家很難很難握到你 一下的時候他怕你的 一下他向後退 一拉上 我馬上示範 給大家做一個練習 怎樣去練下上重心 你可以拍 拉 OK 再看一次 拍拍拉 拍拍拉 出 OK 再看一次 拍拍拉 你見到拉完之後 球來到這裡 整個胸拉起了 你拉到 我現在的胸是向下的 拉完之後 胸是向上的 這個上下重心 會令到你 所有力量 得而更容易使用出來 我自己 經常勸別人 不要做 尖 不要 舉重 為什麼呢 我以前 就算我打香港隊 或者拿得分黃的時候 沒有做過尖 控制自己的身體能力 是百分百的 但是當你做尖 力量大了之後 而你又沒有加強自己的控制能力 包括眾生的訓練的話 你就很容易受傷 我經常都跟一些年輕的學生說 你可以練跳躍 不用負重 負重也沒有問題 不要經常舉鐵 不停在機器上 你可以用橡筋去訓練 一樣有阻力 你一樣能練到那個力 你想跳高一點 彈高一點 用橡筋幫忙 有些前腳前腰的彈跳進筋 有的 你一定找到的 我覺得現在的球員是怎樣呢 就是 你本身 你是有 100匹的力量 車這樣計 你是一部車 有100匹 你踩油 永遠踩50% 去到50kg 你覺得不夠快 你不是將油門踩深一點 我有100匹 我踩足100公里 你不是 你將自己改車 改到200匹 但是同樣踩50% 變成100公里 你亦都沒有去增強自己的控制能力 當你突然間有一個動作 用100%的時候 200公里 你肌肉 尤其是旁邊的肌肉 當你深蹲的時候 你只會向上 你不會向橫的 如果你去做尖 你多可以有一個動作 向橫做 有沒有 是不是很少 就是你沒有 你在正中間的力量 不停加大 左右不加 馬力不停加大 輪胎又不加闊 車架又不加闊 你一轉彎 反車 又是這樣反 就斷腳 我自己是這樣斷 我不想見到其他人是這樣斷 所以我永遠都勸別人 你不是有一個專業的訓練 你就不要自己去練腳 寧願你做普通的力量訓練 就是一些橡筋的 你雙極有個抱 一樣有力量 不要負重 就是不要可能是上網見到一些NBA球員 哇 舉得很重啊 哇 字母哥舉得很重 很大隻 你看完字母哥 舉得那麼大隻 射球是這樣 你還真的想著 我記住 你若是舉得人家那麼大隻 還有人家7呎高 手握11呎長 這樣操大隻就有些用 我們真心說 我這個身形 你覺得我操得超大隻超橫之後 我會變成怎樣 就是一顆馬蹄 又肥又矮 吃顆馬蹄 好了 好了 記住 因為我們最後了 記住 回去練習 拍拍 背著 不是用力的 不是用力 不是這樣 記住 拉 拉 出 OK 再看一次 手 拉著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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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輕鬆 很自由的 可不可以 試一下 這個動作 對你來說 非常有用 尤其對我們亞洲球員 我下次就會示範 一個差不多40 雙腳斷了印帶的人 怎樣 step back 都一樣有一個 好像職業球員那樣的距離 我想像是職業球員 可能不是的 OK 好 下集再見 結果球來